接下来要介绍 怎么样在Panlet里面 做线上录音 第一个点到老师要教你录音的区段 然后底下有个加号 你把它按下去 接着呢 请你打自己的名牌 然后加上自己的名字 右边的地方有三个点点点 这表示说 除了这些的功能之外 我在其他的还有更多功能里面三个点更多地方点下去 接下来请你找到录音机 那这个时候他会要求你 可不可以使用你的麦克风 你就说允许 Panlet他会要求下面的权限 要使用你的麦克风 你就点允许的地方 那这边会跟你讲说他的录音过程 你可以按暂停 然后再恢复录制 最多可以录15分钟 找到底下有个黑色麦克风的图示 他是用来启动录音的按钮 那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要有麦克风 要看到你电脑里面的麦克风 是否已经接好了 好我们就点这个录音的地方按下去 好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录音了 随意说 路没走不够 手没走不行 爱拼才会贏 有心打替替替 只要可以认真打拼 事情一定会成功的 你录音完毕之后 就可以按暂停的地方 注意看右上角的地方 Pray back and save 这个地方 在上面按滑鼠左键一下 那这边可以让你先试听一下 你可以按这个三角形播放一下你刚刚听的内容是什么 你刚刚录的内容是什么 正确说 正确说 路没走不够 手没做不够行 爱拼才会贏 有心打替替替替声 apartments 只要可以认真打拼 时 戒受性 一定会成功 第 那你试听的结果如果很满意的 就可以按这个储存的地方给它储存起来 当他看到这样图案的时候 表示说你的东西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那你检查一下哦 你的名字跟名牌是不是已经打好了 那如果多音已经打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一个发布 那别人或是老师就可以听到你的 那个练习的音档 好 以上的说明到这边结束